星期二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 要加强双边合作 应对越来越一意孤行的朝鲜 我们同意要强力地推动我们共同提出的 寻找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 该方案的基础是俄罗斯提出的逐步解决的主张 和中国方面提出的同时冻结朝鲜核武器研发活动 和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 朝鲜称最新的这次试射是洲际弹道导弹 这枚导弹落入了日本海 但其真正的能力如何还不甚清楚 朝鲜或许已经接近获得能够投射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星期一晚间川普总统发推文说 朝鲜刚刚又发射了一枚导弹 这个家伙这辈子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 这里的这家伙指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星期五川普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宣布 美国对朝鲜已经失去耐心 对朝鲜政权的战略耐心时代已经失败了 它持续了许多年但却失败了 坦誓地说耐心没有了 朝鲜问题可能是普京 习近平和20国集团其他领导人 本周在德国汉堡会见美国总统川普时的首要的中心的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